花蓮市客家板石节 11号12号两天在浩克文化会馆盛大举行 除了结合客家传统板石手作体验 创意板石竞赛还有艺文表演之外 还设有在地小农和各式客家特色摊位 让民众乐得尝鲜 气氛非常热闹 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创意板石料理 让人看得口水直流 不仅有韩式泰式的创新口味 也开放民众试吃 要挑选出心目中的好味道 而最后是由国联社区发展协会 拔得头筹 获颁5000元的奖励金 我们的料理是板条寿司 然后一个是炒板条 然后一个是那个酥肥红麴鸡 全部都是客家有关的 然后我们的寿司里面 有摆了一道秘密武器 叫做金桔酱 客家感应的吉祥 心情很愉快 我想等一下我们的领队里长 知道他一定会很开心很开心 对我们没有让他丢脸 现场满满人潮 华联市客家板石节 从11号开始已连两天 在后客文化会馆盛大举行 活动除了结合客家传统板石手作体验 创意板石竞赛及各式摊位之外 也安排一连串倚文表演 让现场气氛超热闹 早上现场非常非常非常多人 那真的很开心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推广 那我们知道客家的美食 多半其实以米为食 那可以用米做出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料理 那未来也希望可以结合这类型的一个活动 能够来推广我们客家的一些文化跟一些精神 尤其是在吃的这个方面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 今天很多长官贵宾都到现场 那真的很谢谢大家 对于我们花联市客心所的一个支持 未来我想在客家的活动 我们会持续的来支持 不管是在语言 不管是在传统文化或是美食 我们都全力以赴 市长渭嘉燕表示 板石市客家人生活中别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 生活中也经常依据食节喜庆来制作分享 相当佩服各餐菜队伍发挥创意 让传统客家美食的好滋味 结合现代饮食潮流持续飘香 希望借此抓住民众的胃 从美食开始 对客家文化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记者许立琴 华联士报导